在现在早上的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开始闷热了 刚刚淑芬有提到说,这个今年的葡萄丰收对农民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情了 不过还是要注意哦,因为今年虽然到目前呢,台风只有一个侵袭台湾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大家的防台工作还是不能少 因为到了秋天的台风来的时候,伴随着有时候北方有封面下来,可要特别的留意了 不过还好这个礼拜平安稳定,因为最主要两个台风都没有影响台湾 一个已经减弱消失了,另外一个可强咯,现在可是强烈台风 但是对我们,对日本都没有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准备出门的天气了 昨天,你有没有觉得好热呢 这北部的高温在33,但是到了中南部昨天可是在34度呢 我们看到现在准备出门呢,北部已经在28了 南部地区也在28度,现在阳光都开始露脸 这到了8点以后,这气温都有机会到达30度以上呢 外岛地区也在26度到28度,今天白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一样是一个闷热的天气,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先往我们的东边看过去这2000公里外的彩云台风了 昨天我就提到说它会变一个强烈台风哦 很快的,昨天下午就真的变成一个强烈台风了 可以看到这台风眼啊,清晰可见 现在是朝西的方向走,还好不会到台湾来 这个台风的强度来说还真的算蛮强的 现在的暴风半径可有250公里呢 未来的走向呢,会逐渐的以偏西的方向之后再转北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从地面天气图我们先注意到这个台风哦 暴风半径250公里,它的中心风速是每秒53公尺 这51公尺就是强烈台风哦 它现在已经到达53公尺了 在今天呢,强度还是在有增强的机会 目前来看呢,是朝偏西的方向走 之后呢,会逐渐的再转偏北的方向移动 预估星期六到这里,星期日就到这边了 下礼拜一呢,就已经到了日本的南方的海面了 还好它会逐渐的再转东北 所以对日本来说呢,倒是没有直接影响 不会直扑日本 但是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 只有在靠近日本东边这边呢 会有一些云系的影响 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 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还好这个台风带到这边以后 因为温度也海温偏低的关系 相对的这个台风强度也会减弱呢 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天气呢 昨天随着15号台风 科普逐渐的登陆广东 现在变成热带低压了 昨天带上来是南风 午后阵雨在台中以南都是比较明显的 那今天呢也是偏南风上来的关系 所以午后阵雨呢 在山区的部分 中南部还是比较偏多 北方的高压影响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了 目前来看 这种稳定的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天 明天以后连午后阵雨都不会下了 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这中午外出可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了 另外中午的天气热 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 那到下礼拜一就不一样了 因为下礼拜一 今年入秋的第一道封面即将要接近了 下礼拜一第一道封面接近了 封面接近的时候 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会逐渐的转为 有短暂雨 主要是东北部 在封面通过之后呢 随着北方高压带下来的东北风 会使我们的高温下降 下礼拜一北部高温31度 到了下礼拜二 东北风再增强一点 北部的高温只有在29度 所以秋凉的感觉 刚好在下礼拜就很明显的出现了 不过刚好下礼拜三可就是秋分了 秋天的味道下礼拜会浓了 不过这个礼拜可没有 这礼拜还是一个闷热的天气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温度有多高了 今天一样是在33度的高温 外出活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了 北部是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争雨的机会 平地部分偏少 灵性的一些午后争雨 而到了中部地区是南投的塞巴侯会偏多 这昨天南投的塞巴侯下完之后还下到了台中了 所以昨天连台中都有午后争雨 那今天呢 南投的山区午后争雨 就要看它发展的强度了 发展多的话连台中都有机会 高温33度 南部地区昨天午后争雨偏少 今天呢也是有一些灵性的降雨在山区平地偏少 高温在34度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是一个闷热的天气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的朋友 外出要注意防晒了 只有早晚的时候山区云层量会偏多 宜兰的山区倒是有点午后争雨的机会 今天的天气好 小丁宁两件事情提醒您注意 一个呢是中午的天气闷热 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 另外一个还是午后争雨 山区偏多 行车注意安全 现场交还给淑芬 我们下午后争雨 谢谢观看